哈哈 割韭菜啦 爸婆的韭菜长得不好 因为从来不管它 就认它自生自灭 就这么一小片菜地 里边呢 种了说药花 火龙果 还有柱子花 那个大栗花呢 还没长出来呢 就这 长出的韭菜吃不完 一年要割好几茶呢 哈哈哈 韭菜还没长高呢 爸爸就等不及了 冲天的韭菜最好吃啦 先尝尝鲜啦 再割了半辣底 就有这么多韭菜啦 先把韭菜一根一根的剪干净 自家地里割出来的韭菜 不像超市买回来的那么整洁 就费点时间啦 韭菜洗干净啦 等着空干水分 今天的韭菜做什么呢 以前都是炒鸡蛋啊 包馄饨啊 包饺子啊 可是今天呢 我想包春卷 因为不想吃那么多的面粉嘛 要减肥嘛 春卷呢 需要的菜比较多 就加一个卷心菜啦 把卷心菜打碎 生姜呢 也放进去一起打碎啦 再把韭菜切碎 再加入香油和橄榄油 和橄榄油 和卷心菜一起搅匀 锁住水分 哈哈 没有肉和鸡蛋可不行啊 以前我喜欢放新鲜的虾肉 今天呢 我放火鸡肉馅 肉馅里边呢 加进V级鲜 花椒粉和盐 再把鸡蛋和肉馅 和调料一起搅匀 把肉馅倒进菜里边 搅匀 哈哈 这不就是饺子馅吗 包馄饨 包包子 都可以啊 玩一个大肉馅 放到微波笼里头转一转 尝尝味道怎么样 哈哈 Delicious 可以放心的包充劲啦 哎呀妈呀 站着忙活了半天 巴婆的腰又酸疼起来了 好 赶快坐下来 歇歇啦 葱卷皮呢 葱卷皮呢 是从华人超市买回来的现成货 包起来呢 包起来呢 很简单 皮 裹出馅 三番两滚 就可以啦 最后 蘸一点水 封口 哈哈 哈哈 很快就包了这么多 八婆把它放到冰箱里 冻起来 吃的时候呢 拿出来煎一煎 或者炸一炸 香香脆脆的 放八公 可爱吃啦 现在呢 爸爸要做下午饭了 给天呢 就炸熟 和你一起吃啦 谢谢观看 再见 拜拜